當然不只是找台灣的,找其他國家OK 當然這個地方也會有一個評比 就是政府的那個開放程度評比 我記得好像有個數字 台灣的那個就是政府的開放程度 好像排得還蠻前面的地方 OK,為什麼? 因為其實資料該有都有啦 OK,看得出來 其實公務員算是還蠻用心的 而且還蠻花時間的 但是所以如果有事想要以後要當公務員 其實你會發現公務員其實比起以前的話 我是覺得並沒有那麼輕鬆的 OK,好,那再來的話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這個問題 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要把之前的那個 我們上個禮拜講的這個住宅切斷案件的VBA程式 那你會發現我們其實主要 大概不外乎就是一個回圈 那回圈部分的話 當然這個是sub的特性 因為它會自動完成 所以你可以跳開回圈 然後呢 其實這個城市喔 它的邏輯大概分成幾個架構 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什麼? 先找林 再找里 再找區 有沒有 那這個區塊的話 實際上你會發現 這個區塊跟上個區塊 其實城市幾乎一模一樣 差別只有什麼? 把那個什麼呢? 這個林里區改成路接道 然後呢 丟到哪個變數呢? 一個丟A 就類似前刮弧 一個丟B 類似上後刮弧 有沒有 然後再把前刮弧跟後刮弧的位置 用md函數喔 把它取出來 那一定是A加1 因為這個等於是前刮弧的下一個字嘛 然後這個後面的話呢 就是後刮弧再減加 不過特別說 這個地方不是後刮弧 它那個字一定要喔 所以沒有減1喔 因為這個字一定要 你如果減1的話 那後面那個路接道那個字就不出現了 OK喔 所以這裡 那只是說呢 我要怎麼樣 把同樣的邏輯呢 轉換成為函數邏輯 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用函數做做看 當然呢 我的做法 我可以把它分成幾個階段 第一個 一樣先Find 所以插入函數的話 先Find什麼? 先Find第一個你要Find的 所以喔 在文字函數裡面 我們先Find什麼? Find的話呢 先用什麼? FindTest Find什麼? 第一個還是先Find0 0這個字 因為先0再0嘛 再區嘛 所以第一個先找0 然後去哪邊找? 去這邊找找看 有的話呢 告訴我位置 這裡面顯然是沒有 沒有的話 它一定會發生錯誤 對不對喔 所以喔 這邊沒有0 按確定 好 那Value錯誤 怎麼辦呢 一樣 第二個 跟那個前面我們講過的 151那個一樣 8 這個公式減下來不8安等號 放在哪裡呢? 放在邏輯判斷裡面的ifl ifl裡面做什麼呢? 把這個公式貼上 有沒有 如果找不到的話 那它一定翻錯誤 那如果翻錯誤怎麼辦呢? 繼續就要幫我找什麼? 找0 OK 利用這樣的方式 找不到0 那你幫我找找看 0好不好? 按確定 排是找不到 那沒關係 再怎麼樣? 再減下來 然後呢 再插到哪裡呢? 再插入到ifl裡面 然後做什麼? 再貼 然後呢 再把 再找一次什麼?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再把剛剛那個 裡的部分 fine裡的部分 把它改成什麼? 找區就可以了 終於找到了 第第五個按確定 好 6 那其實同樣的邏輯 所以這一段 這一段敘述 有點類似 我們剛剛講 VBA的那個 A的部分 只是說呢 在公式裡面 它沒辦法增加一個變數 所以沒辦法說 把這一串的結果 幫我放在A裡面 對不對 所以差異應該可以了解吧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做什麼? 其實再來的話 其實 就是在用mid啦 那你想說 那B的部分怎麼辦呢? 其實B很簡單 B的部分其實就是把什麼? 0 里 區 改成什麼? 路 街 道 就OK了 OK 所以你現在不要做錯哦 所以要特別注意 然後再來的話 把它再減一下 就可以再插入 這個文字部分 然後用什麼呢? 用mid函數 mid函數哦 那怎麼切哦? Tesl 你的資料 就是地址在哪裡? 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 star number star number的話 是錢瓜糊位置 加1 對不對 所以把剛剛減下來的公式 貼到這裡 然後怎麼樣? 加1 那其實比較麻煩是說 在 VBA裡面 可以放在一個 A的變數 可以有沒有 如果這個有個變數可以放 所以以後 是不是說 這個也是有公司 是不是也可以有產生變數的地方 哇 那就很OK了 可是並沒有 沒有怎麼辦? 你要知道 他這個邏輯是這樣子 前瓜糊位置 不不 前面的位置 加上1 所以呢 第六個字加1 所以 第一個部分OK了 第二個的話呢 那再來怎麼樣? B減掉A 對不對 B 特別說 B是什麼? 就是把剛剛這一串貼上之後 把這個地方 0 里 區 改什麼? 入 接 到 OK 所以再貼一次 貼完之後的話 記得哦 一個地方 錯都不行 所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入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這邊改成接 A OK 那是不是要打錯? 一點點錯都不行 所以你可慢一點沒關係 這邊找到 OK 好 那就是等於是B了 這個地方就改完了 再剪一下 剪掉再貼一次 就剛剛貼的就A了 所以把它再貼一次 好 你會發現得到就新生北路了 有沒有 那這樣子做完 就OK了 按確定 我們來看一下 得到結果是不OK的 我你會發現 哇 工事這麼隆長 向下填滿看看 會不會OK呢 應該理論上也是OK的 Ctrl向下一下 沒有問題 這邊有錯 這邊為什麼錯呢? 因為這居然有三重式的 這應該是他公務人員做錯了 這個把它刪掉了 這應該是他錯的 這不是我們的錯 所以這有三重 三重 這應該是舊資料 OK 這三重式的 所以他應該有 這個應該是他這個 他把那個台北 把三重給納入到 這個 把三重納進來 不對 不對 OK 所以理論上這樣應該 看起來結果應該是OK的 好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所以剛剛我再把重點 回顧一下 一 我們先用什麼 Find有沒有 Find 0 然後去找地址 剪下來再貼到Effail裡面 再去找 理 再去找理 然後剪下來之後再去找區 那這一串的話呢 基本上 這一串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你就可以當成是之前的A了 所以這個是A A等於下面這個 然後B的話呢 就等於是把這個 三個改成 入接到 OK 然後把這個公式串出來 結果是長這樣 請各位試試看 我好像也有把 最後做完的結果 放在 雲端 白板上面 所以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OK 那這個地方的做法 就跟 上個禮拜 用VBA 的做法 的邏輯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差別 當然啦 如果可以的話 你說你 讓你選擇 就真的 有時候其實 真的 這個這個 複雜的事情 我是建議還是用VBA來寫好了 因為這時候就真的 寫完之後 你也沒辦法上面做註解 你也沒辦法產生變數 那發現錯誤 你就根本抓不太出來 除非說你在這方面很厲害 對不對 可能每天都用得非常純熟了 才有辦法 否則的話 真的 像剛剛這個地方 要一次做對 恐怕也不太容易 但如果你可以把它做對的話 那恭喜你 表示你真的了解 那以後的話 你要針對你要取得的資料 來 抓取資料的話 那應該就簡單多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 以後要抓取 這個某一個欄位裡面的某部分資料 其實一定會經常遇到 太常遇到了 所以如果你用這一招的話 跟各位講 其實還蠻方便 以後你一定會遇到 所以 如果你懂得用這個方法的話 很快就可以把你要的資料取出來了 前提就是 不用VBA的前提下 但缺點就是說 它的公式 非常冗長 很容易做錯 所以一點點也不能做錯 那試一下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